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想不到雅来香港没有什么亲戚呢 也有这么多人来管理 当然啦 今天不管谁来啊 都有五千块的红包 你想想 还怕没人来吗 喂 你们拿了那五千块没有啊 喂 浩姨啊 你好贪心哪 你看你开心哪 连那颗质都快掉下来了 剪猫是一句话 来管理的既然来了 你是不拿白不拿 我觉得有事做人呢 还是实际点的好 上大老妈 你说呢 我们现在是放长线钓大鱼啊 清华 你千万别让人觉得 你跟他做生意是奖金不奖薪 区区五千块嘛 不许拿 还有这样呢 不会吧 珠莲碧合 家偶天成 这么老套的贺词你都写得出来 你这个人真虚伪啊 我就不同了 我真识得多了 是不是 你看看 你写什么啊 一块石头 一枝蟹 一座山 是啊 那你们看看 你们一看那个纸牌人像呢 就知道他们是一对以大欺小 泰山压顶的小情人了 那你们想想 就像泰山那么大的石头 压着一只螃蟹 它还喘得出气吗 果然是最佳最贴切的贺词 喂 注意点你的礼貌好不好 你是带着公司来管理的 我已经请了一天假了 老板 我来出席呢 纯粹是私人恩怨 谁叫它欺负阿穷呢 好爷 你也来报仇的 你也想像那个求千指似的 用那些紫兔那个桂牙来 这么早弄死男主角 不就没戏看 我没那么傻 有没有吃纸兔药啊 我先吃点化眉 待会儿那个伊丽莎出场 我怕我的早点还没消化就透出来了 不会吧 人家是上等人呐 那么差 雅来都收获 你以为真是凯子啊 哎呀 凯子来了 哎呀 凯子来了 哎呀 谢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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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谢谢啊 哎 谢谢啊 哎 真不好意思啊 哎 恭喜恭喜啊 匆匆忙忙的找你来做猪婚人 哎 小意思啊 你们的签证已经办好了 孙夫人下次什么时候来香港 随时来找我 哎 没用的了 他不会再来了 哎 哎 哎 对了 哎 几个月前我收到你的请帖 你说你大儿子在大马结婚 怎么又转移政绩到香港来了呢 哎 年轻人急脾气 一时情农化不开 说节就节了 哦 我的意思啊 先在这行礼 回到大马在豪门夜夜 连开七天机夜 到时别忘了来上脸 哦 哈哈哈哈 儿子大了有主意了 顺着他的意思 我很民主的 对对对 哈哈哈哈 哈 下来 哎呀 你好帅啊 谢谢 哎 恭喜恭喜恭喜 是啊 南大当婚成家立事啊 啊 阿琼还没来啊 啊 啊 阿琼他 他不来了 他跟我说 让我替他恭喜你啊 还说什么 哎 还有 呃 他说他很忙 是啊 哎 两位 哎 筹备处在那边 你们换了钱没有吗 没拿 啊 我老婆最关心的 就是这件事 阿琼哥 我帮你换 好好好 去 两位 哪儿 才在路上 太难了 你爹 怎么回来啊 我看都让你 有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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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学习道理 你宗有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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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别吵了 还不赶快看看那块大石什么样子啊 几位 请问你们拿了奖金没有啊 筹备错误在那边 不用了 我们是来给朋友送贺礼的 不是来拿奖金的 这份礼券呢 麻烦你待会儿帮我们交给雅来 谢谢啊 那我们白来了 不止啊 我们还往外掏呢 真的很像人妖啊 我受不了了 我想吐啊 喂大叔 看你的样子不舒服啊 大姑 请问你有没有药油 你哪里不舒服 我头晕 你头晕啊 你历史生病了 你这么面熟 我是不是认识你啊 路就在你前面 你自己喜欢怎么走 你自己做主的吗 贵亚莱先生 你愿不愿意去 伊丽莎梦尼潭小姐为妻啊 你愿不愿意呀 贵亚莱先生 贵亚莱先生 可不就在你面前 你自己喜欢怎么走 你自己做主的吗 你自己做主的吗 我不愿意 哎哎哎 拿奖 你是不是想气死拿奖老爸 拿奖 你是不是想气死拿奖老爸啊 拿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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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前怎么教你的 拿奖 我以前怎么教你的 我的话就是命令啊 拿奖 你现在像个男人了啊 啊 雅兰果然有性格 我受不了了 受不了 君命如山啊 不要这样 拿督 你要比我做愿意的话 我就愿意说对不起了 喂 布孝子 你请走啊 对不起 哥 拿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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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抓住那个布孝子 拿督 你冷静点 冷静点 别这么冲动 你们这叫我冷静 还是不让我去抓他呀 快走啊 雅兰 快走 雅兰 拿督 雅兰 我跟你脱离父子关系 雅兰 你走吧 走啊 雅兰 拿督 拿督 走啊 菩萨 菩萨 今天是雅兰 他的权名叫龟雅兰 他结婚的日子 希望你保佑他 婚姻美满 子孙满堂 他那个人呢 虽然有很多事不会做 但是他是个好人 真是个好人的啊 他很有音乐天分 我相信他将来啊 一定是一个很伟大很伟大的音乐家 还有个菩萨 如果他的脑袋有时候想不通 想不开的 你要提醒他一下 让他那个人成熟一点 看看一点 虽然呢 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 但是在我心里 他是我最好最好的朋友啊 大姑 你这么诚心 添这么大的香油啊 是啊 菩萨知道你这么有诚心啊 一定会保佑你的 香油甜些于穷好了 哦 还有啊 你不要让他像刚到香港那样 无家可归 被雨水淋湿了生病 那些多灾啊 多难啊 激化啊 不应该发生在他身上 他是个好人 应该有好报的 乳猪呢 在哪里啊 哇 菩萨显灵啊 谢谢你啊菩萨 你要喜欢乳猪的话 我以后多带点来给你 那雅兰就交给你了 谢谢你啊菩萨 谢谢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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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搞错啊 一个一个军阀处置 喂呢 你们再不走 说实话我枪毙你们啊 哪渡 哪渡 哪什么渡哪渡 你们快走开 走开 他没什么大问题 只是血压高了点 需要休息休息 谢谢你啊 好 喂 我怎么说也是哪渡啊 又是海军统领 让我住医院 成何体统啊 你们是不是要找死啊 走啊 好 哇 他怎么骂着骂得像疯狗一样啊 走 快走吧 你看我胖胖的一身肉 拿出来先咬我 不要这样 来来来来 妈 怎么样 找到我大哥没有 没看见 纸板雅兰行不行啊 哇 怎么被狗咬的 不是啊 是那伊丽莎发的风似的 又咬花盆又咬纸啊 是 我想看见雅兰一定有鼻子咬舌头刺激 那雅兰不是很危险呢 善意善意 我知道你肯帮人 你帮帮我们吧 多少钱我要出得起的 有很多事 不是有钱就一定办得到的 不用说了 要舌头自尽那么便宜他 他那么没出息 我看见他 砰的一声就毙了他 他当了那么多人丢我面呢 我怎么说人拿多 以后怎么见人 你别生气了 你血压高会爆血管的 你当然想我死了 死了分财产吗 一个个想造反的 爸你冷静点 别这么冲动好不好 大哥他这 还说冷静 在教堂里边 讲冷静一边围着我 给那个不孝子跑了 贵兰南 你不是我儿子 你是间谍 罗秘书 在 给我登报纸跟他们俩脱离关系 然后给我办理出院 拿渡 都在这站着干什么 你们以为求我就行了 我一定要出院 拿渡 医院的报告说你感冒菌感染 要留院观察呀 你们别傻了 你看看这是什么 子弹的痕迹 我子弹都不怕怕感冒菌 傻瓜 不是了拿渡 夫人临走的事千叮万煮 要你好了才能出院的 别跟我提那个贱人 我已经把他修了 还有啊 别让他在时不时内接近我 不然的话连你们也要修 拿渡 其实拿渡夫人对你很好的 你不要这么对他吗 你叫什么名的 比利 给我炒他鱿鱼 还有啊 司徒柱的护照给我烧了他 让他留在香港做乞丐帮帮主 拿渡 喂 我炒了你鱿鱼了 我们炒你鱿鱼 这是我们的辞职系 辞职系 我们也忍了你很久了 夫人大少爷二少爷怎么对你大家都看见了 你对他们做的太绝了 不错 我们要学大少爷反对你的军国主义集权政府 喂 你知不知道你在跟谁说话 是拿渡龟龟高啊 你是臭拿渡 我们看不起你 我们走 喂 喂 好好好 你一个一个的辞职吧 打仗大炮我什么都不怕 我大炮都不怕 怕你们几个小人 我不会屈服你们的 你们辞职吧 没有下人 没有亲人 我什么都不怕 我仍然是伟大的拿渡龟龟高 啊 啊 我会永远一力不 不不打 哎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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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弄得满地都是水啊 你弄脏了地毯要赔钱的 哎 你跟谁说话 大马拿渡龟龟高啊 我有的是钱 我赔得起 你有钱了不得 你看看你啊 孤零零的像饼猫 有钱就留着买药吧 哎 说到买药想你来了 我不爱吃这玩意儿 给我叫一碗叉烧饭 楼下烧辣破关门了 楼下没有了 你出去买啊 我有的是钱给你钱去买 你真神经病 我是你什么人 要听你使唤 叫你的儿女去给你买吧 你没有老婆啊 老婆儿女都不听你的 你真要好好地想清楚啊 喂喂 你说什么呀 喂你去哪儿 我要告你告你 莫名其妙 什么玩意儿都得吃了 各位各位 我们先追击一下我们家的台柱啊 那这位呢 就是我们的好爸爸 和我们的好妈妈了 也这傻小子 爸妈 你们先说两句吧 是的坐下 说两句吧 卖叉烧的人真是太无聊了 爷爷最喜欢吃什么 爷爷是卖叉烧的 当然爱吃叉烧饭了啊 又没房子又没钱 有叉烧饭有什么了不起啊 没钱无所谓的 做人的事知足常乐 是不是是不是 书念的少就是念的少 摄影技术真不怎么样 老爸快死了还唱歌 也不知道什么音乐比赛 莫名其妙 真没出去一点都不像我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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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 没睡啊 没呢 怎么睡不着啊 是不是睡惯了龙床 睡不惯我们的狗窝呀 千万别这么说啊 拿都夫人 没什么事吧 你惦记拿都啊 刚才雅南和比利啊通电话 原来他们几个一起辞职了 我知道他们为了我们暴打不平 但是拿都还在发烧嘛 雅南也不知道怎么样 一点消息也没有 不好意思啊 半夜三更要你们听我发牢骚 对了你们怎么还不睡呢 啊 我们今天一天都不在家 没人收衣服 再不收明天早上有污水就又湿了 哦 还润善这个龙头啊 这一辈子就这么为了这个家啊 我们这个家呢 现在这么温暖 这个龙头真的很辛苦的 要维系一个家庭 家里的每一个成员都有责任 特别是龙头啊 就更要费心更要处理 还有啊 不管有什么事大家说出来 好好商量就好办事了 没得商量 我们这样的家庭呢 我们有什么话也不能说 我看有很多事是不对的 可是没有说话的权利啊 可能现在是个好机会啊 那 拿毒的身体有事躺在医院 情绪又不太好 现在是他最软弱的时候 你大胆一点 再劝他几句 也许他会听你的呢 嗯 你来干什么啊 哦 我知道你想吃叉叉饭吗 不过你要发烧呢 就别吃饭了 吃点叉叉吧 我想吃人肉叉叉包 你血牙膏会报血管的 干什么这么大伙儿啊 我理直气壮 你别忘了我位高权重 我是大马拿都海军统领 我没忘我记得你是拿都 我也知道我是拿都太太 我知道你有两个很乖的儿子 我没老婆没儿子 全都脱离关系了 还有你啊 我修了你了 你来干什么 多权多产啊 哎呀 你为什么一直老是这么想我呢 你认为我是个很贪钱的女人 你认为我是个后母 一定会很刻薄雅兰 你知不知道就因为你这么想我 雅兰从小到大我都很疼她 疼得太过分我也不知道 两个儿子如果一定要选一个傻呆呆的 我情愿选我的雅兰 我今生的雅兰啊 二十多年来我的心里一直不安 直到现在知道他有音乐天才 我才觉得开心 开心没出息 你很固执 你真是太固执了 你误解所有的人 但是我没误解你啊 我知道你的心里很疼他们 但是疼有很多种方法 你可不可以站在他们里边 替他们想想呢 你可不可以体谅一下人家的感受呢 我们老了 还有多少日子啊 我们给他们的应该是快乐幸福 不是痛苦啊 你一直以来 要人家按照你的意思去办事 但是你可不可以换过来 把儿子的喜好 当成自己的喜好呢 林高 我一直都不喜欢叫你拿都的 我们两个是夫妻嘛 我们很亲近的 为什么一定要称呼的这么客气呢 我可以告诉你 我什么也不要 我不要你的财产呢 我只想跟你开开心心的维持这个家 你明不明白呀 这么晚了 你真知道儿子在哪儿吗 我派人到处找他也找不到 我是他爸爸 我知道他在哪儿 拿东老爸 我果然没猜错啊 你真的在这儿 你会弹钢琴的吗 我怎么不知道 有很多事儿你都不知道 我小时候我学过几年钢琴和小提琴呢 不过弹得不好 后来你爷爷说学音乐没出息 所以要我念工商管理 你比我本事的多了 又会弹又会唱的 可能上天知道我的心愿让你来完成 你不生气了吗 生气 谁说不生气啊 我怪你在那么多人面前丢我的脸 我怪你让我无面不见人 我怪你断了我和橡胶大王的财路 对不起了 说笑而已 我哪在乎那点钱呢 我到处都有生意 你还是担心担心你自己吧 你看看你 无精打采的 你怎么参加明天的 什么是什么莫名其妙的歌唱比赛啊 什么莫名其妙 我现在唱给你听 算了 我听你唱歌听得烦了 你听听我唱歌吧 你唱歌 好听 朗奔 朗流 行了行了行了 冷静点 冷静点 还讲冷静两个字 在教堂里还没说够呢 斧子俩很少在一起 唱首歌来高兴下 来来来来来 真唱啊 来 朗奔 朗奔 朗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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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湾里套套江水有目的 哇 少王约 好 ine 朗东 ceram 我路不熟 你们叫福哥说吧 福哥麻烦您了 我再别跟我 喂 阿琼啊 除了你没有人适合送烧猪了 雅来比赛 你就算去帮帮他 打打气 鼓励鼓励他吗 没有你不行的 阿琼 我知道你们为我好 但是我不送 你们不要勉强我 阿琼啊 这里就不应关了 这些 我们来 我们来 来 我们来 是啊 是啊 阿琼啊 在这儿危机存亡之秋 雅来需要你 比我们三多戏了 是呀 我可可 我去夏孤朝那里喝了凉茶 阿琼啊 别意气用事了 雅来只有三张票 本来是给他父母和他弟弟 去捧他场的 现在到处求人 又求了一仗 他希望你去啊 他希望你去帮他打打气 就算雅来再这么不对 比赛完了他也回大马了 你们以后见面 机会就少了 可不是吗 那大胜说得对 你自己想想 你在香港 他在大马 这么远大家做个好朋友 这是缘分 一个人这一辈子 得到一个好朋友 是要几辈子才能修到的 是啊 你就去吧 阿琼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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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琼呢 那这儿有张票 有点车钱 那你说好啊 是啊 看见雅来呢 替我们多拍几下手上 对对对 别打打气啊 快去吧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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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去 快走 是一种无奈的设计 生活的永远意 没想到爱都尽的我愿意 算你 你好 是 这儿 我也在前面 还死 millones 好 我 和你 走 快准备啊 师兄啊 可不可以再快一点啊 师兄啊 有没有别的路可以走啊 渡成这样怎么走啊 神仙也救不了了 我在这里下车 进去啊 谢谢您 我看著你 你看著我 我看著你 回望我感觸太多 你已令我 太快樂過 這快樂會 留下痛楚 心中已知 已造之錯的是我 應知愛戀 沒有結果 你擦亮我 燃亮我 心中愛火 可知背後 我極傻 如水的眼光 仿似的迷著我 如酒的笑話 一見未平靜過 我看著你 你看著我 我看著你 回望我感觸太多 你已令我 太快樂過 這快樂會 留下痛楚 心中已知 已造之錯的是我 應知愛戀 沒有結果 你已令我 太快樂過 你已令我 太快樂過 可知背後 我極傻 如水的眼光 仿似的迷著我 如酒的笑話 如酒的笑話 一見未平靜過 你已令我 太快樂過 你接受我 你拒絕我 你拒絕我 我也願意 常為你唱 戀之歌 好 好 為我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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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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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顺便打个电话告诉荣怡 叫她不用惦记了 好吧 你陪她 阿瓶 你每次想哭啊 就会看狮子王的录影带 我真不明白 看了那么多次 你还哭得出来 而且你每次一哭啊 都会赢得我也想哭 阿瓶啊 阿瓶啊 其实呢 前几天我看见你和雅来那么好 那么开心 我真的还有点吃醋呢 可是现在看见你们弄成这样 我好伤心啊 我情愿看到你和雅来和从前一样 出双入队的 我和雅来呢 不可能再做以前那么好的朋友 我们已经没有缘分了 怎么会呢 那缘是天意 分是人为的嘛 就像唱歌比赛的时候 是你自己说不去的 到庆功宴 人家请你 你又不去 是你不去 你不能赖别人呢 你不觉得吗 我从小到大 要得到什么 我出的力 总要比人家多很多 我知道 那就比如说交朋友吧 你永远都是那个最吃亏的 因为你怕不吃亏 人家就不理你了 是不是 就是啊 像我这么悲吓的人 认识拿督的儿子 你不觉得很奇怪 很繁长吗 就因为老天爷知道 你是一个好人 所以赐给你一个好男人呢 不过可是 是我啊 我愚穷认识拿督的儿子 我应该觉得 几身修道应该知足 但是我以为 朋友是不分界限的嘛 所以我就跟他太好了 缘分都用尽了 阿琼啊 我 我不太明白啊 我只是说 人的缘分呢 是有深的和浅的两种嘛 本来我跟亚来呢 只是泛泛之交的 就可以做一辈子朋友 但是我跟他太好太好 所以就把他跟我的缘分 一下子全用光 现在没有了 怎么 香港太好了 舍不得香港了 刚来的时候觉得很好 现在也不觉得怎么样 也不会吧 我觉得香港呢 越看越美 没来香港之前呢 我不知道世界上 有温情和亲情 也不知道 我有个好老婆 和两个乖儿子 幸好你妈妈今天不在这儿 不然听见我说这种话 会笑死她的 那喂 我跟她说过了啊 这次回大马呢 你做生意也好 到维也纳 深造音乐也可以 我不逼你啊 我知道 谢谢老爸 喂喂喂 你现在自由了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还愁眉苦脸的干什么呢 老爸也是过来人 你为什么是我明白 女人嘛 你要真希望阿琼的话 那老爸老妈去求他 女人没什么 给他点面子就行了 你不明白吧 我怎么会不明白呢 不错 阿琼是配不上我们 但是到了大马那么远 谁知道他是送烧猪的 再不行的话 找个伯父收他为干女儿 打扮一下 麻雀马上就变凤凰 用钱可以办到的事 没问题 现在问题不是他 是我呀 现在根本就是我配不上他 别说娶他了 就算跟他交朋友 我也高攀不起呀 我是上的人又怎么样 我根本就没有情操 我离开他呀 对他来说只是个小小的负担 但是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损失 是我一生一世都不能弥补的损失 阿贵 还以为你这么晚不来了呢 为什么不来呀 刚才那顿呢 又没有吃饱 我现在肚子又饿了 阿琼怎么样 他 睡着了 不然的话 我怎么出得来呢 说实话 人非草木 你别看阿琼平时很少说话 他也会有情绪 他也会不开心的是不是 我明白 大哥打算这两天就会离开香港 回大马 你不知道这个奖除了奖金之外 还要跑送到维也纳去学音乐 这一点我也知道 雅南啊 你不是想借我的嘴跟阿琼说吧 那如果要阿琼去找他的话呢 那就真有点太过分了 你别误会啊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明白自己的事呢 是要自己来解决的 其他的人只能帮到某一个程度 也许是命理注定吧 我哥哥还不够成熟 拥有阿琼这么好的朋友 我想如果阿琼认识的是你呢 他就开心得多了 对了 雅南 不是 应该叫你二少爷 看来你说的话 比大少爷像样多了 二贵啊 你别笑我了 我哪儿笑你了 那过不了多久呢 你要回大马做你的二少爷是不是 我已经决定了 我会留在香港 留在香港 这也对 怎么说你在香港的生意呢 刚刚才起步 生意呢是其次 最重要的是我留在香港 还有其他值得我争取的事情 比如说 雅南啊 我们吃东西吧 吃块排骨啊 趁热吃 我们兄弟来的感情虽然是不错 但是处事的方法就不一样 同样遇到困难 我大哥会选择离开 但是我就会选择面对 因为我知道只有自己争取 才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阿贵 你知不知道我想要什么 部长 麻烦你再给一碟油菜 生菜好不好 好好好 那就生菜吧 谢谢 中原标准时间十一点掌 阿贵 请问现在几点了 十一点 那还有两个多钟头 亚兰就要上飞机了 我干活了 阿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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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福啊 你们不要再做那些小动作了 阿贵的脾气我最清楚了 她的脾气比驴子还倦啊 那倒是比赛庆宫宴她都不去 我想她不肯见亚兰了 老爸 老爸 想想办法啊 比如说啊 你逼她去送乳猪啊 送到鸡场啊 的确是个好办法 不过留给你这个三多的高层 跟阿贵说吧 鸡坤 真是啊 这么快又来送鸡了 不是 不是来送鸡的 受人所托 特地来当信差的 阿贵呢 他在里边呢 亚兰要把这个交给阿贵 我叫他出来 阿贵啊 阿贵 是什么 不知道啊 出来 你看看 雅来叫我嫁给你的 不是雅来的讲座吗 哇 这么有纪念价值的东西送给你 对你真不错呀 还有一封信呢 你看 雅琼啊 快点拆开看看 是是是 看看 说什么 说什么呀 看看哪 阿贵 我这个人大半辈子没出息 直到来到香港认识你 才明白什么叫朋友 什么叫生活 我想请半天降 啊 解释你 我才从一个懦弱的人 变成一个合格的人 因为你 我得到生平的第一个奖 第一个靠自己实力得到的奖 可惜 当我得奖的同时 也失去了你这个朋友 与其道歉的话 倒不如用自己的时间 来证明自己改过的决心 我走了 在维也纳这个音乐之都 我希望可以陶冶性情 对不起啊 真正正正 做一个有用有羞愿的人 我希望你 还把我当朋友 也希望你 别忘了我这个朋友 雅类 雅类 再见了 龟雅类 我们是好朋友啊 真正 Uganda 归家黎 главное 在眼前一生再见 以后又见面 好过那会缘 知音外大说 Encore 一泪仍然如朱村 遥透 自觉真的很难见 愿留着偏事 不讲再见 若情已永在 他朝在结缘 已已在唱这一曲